坦白講那個Boris Johnson 他的醜聞還在調查中 如果說英國下一個 這個首相竟然是45天前 剛下台的這個Boris Johnson 那變成另外一個更荒唐的事 對啊 而且他的醜聞還沒有調查結束 是啊 這真的 當然我是希望能夠這樣務實的 因為英國現在的問題 就是財政跟經濟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那蘇納克當然就是比較熟了 比較了解 這個坦白說我們也 我們也沒有權力智慧 那英國人要怎麼選他的未來 我坦白說他這個如果選又選錯了 那明年就輪到蘇格蘭鬧事了 對啊 要拖啦 他也想加入歐盟 是啊 拖英 所以拖英 拖英還不一定 加入歐盟公投可能會先開始 OK 可是因為他是英國的地方政府 所以這個議題就會 又鬧神是要獨立運動 對 就最後還是會變成獨立運動 還有愛爾蘭啊 所以真的沒有選好領導人 就是分崩離析了 這個 坦白講歐洲本來大家以為最大的 危險是來自義大利 沒想到他 沒想到英國就是 這個 我看到那個 經濟學人有一篇文章 直接把Britain改名叫 叫Britain 近一點這個Britain 直接把它叫做Britain 意大利氣壞了 氣死了 這個坦白講義大利也是很亂 真的很亂沒錯 尤其那個Maloney剛上來 然後布魯斯卡尼又在旁邊亂 他未來坦白講也是要密切觀察 因為他第一個主張也是減稅 都一樣 然後他的公債殖利率也是四點多 所以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了 歐洲怎麼都這樣 對啊 為什麼不請我們倩姐 去當國家顧問呢 怎麼會 英國 英國是什麼國家 竟然會出這種問題 對 真的不可思議 而且 那個Angelo Sartre 向來是以經濟財政的討論 務實為榮的 怎麼會出現這麼激進 不著地氣 脫離現實 而且 事實上多少經濟學家警告他 他要硬幹 不可思議 這個我們只能祝福他 祝福英國 不然怎麼辦 對 對啊 希望選個比較 因為上次蘇納克民調就是第一 可是在第二輪的時候 這個你也知道保守黨的黨員嘛 老白男 他本來這80是老白男嘛 對啊 所以他們能不能超越 這個種族的偏見 然後願意就事論事 來討論問題 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當時的時候 這個蘇納克那一段時間 就好死不死 這個印度GDP又超過了英國 所以他們當然放不下這個臉 但是你必須要務實一點 那個怎樣就經濟才是重點 聖姐你怎麼看 因為特拉斯不斷的抗中 希望能夠就自己民調 但是英國的9月CPI來到10.1 40年新高 然後經濟學家也警告進入衰退期 可能到2023年夏天為止 每季縮減0.2% 結果在之前的時候引發討論 他還要讓富人減稅 公司稅從25%降到19% 個人的所得稅20%降到19% 年收入超過15萬英鎊 增收45%最高 改為40% 意思就是呢 平民減1% 然後富人減5% 所以你會有450億的英鎊 財政缺口 然後你看他下台之後 梅德韋傑夫就酸說 你真的是諾貝爾的經濟學長 要頒給他了 對 所以我們常常說呢 政客他就在盤算自己的王侯將項 可是小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柴米油鹽 所以有些時候政客認為 他可以用政治正確的方式 去帶領方向 可是小老百姓每天都在檢驗 這些政客的說法 在Trust的這一個短命政權 45天中間其實他真正在執行 職務的大概7天左右 這個短命政權中間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財政方案 是個迷你方案 卻沒有任何的財源可以支撐 這個財政缺口 因此立刻就引發了一個向下的螺旋 他們叫做LOOM 就是說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向下螺旋 這個時候呢 只有逼著央行 英國的央行得要出手就是 因為當你開始進入這個向下螺旋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把金融穩固起來的話 金融就會拖垮你整個的經濟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 到目前為止 抗中保澳的Morrison 其實被人民檢驗了 抗中保陰的Trust 被人民檢驗了 馬上再過幾天 亮哥最常講的抗中保美的Biden 他主要是抗惡保陰 他也同時接續了特朗普的一切的作為 所以抗中保美的Biden 也會被人民檢驗 那我們回來看看 所謂抗中保台的蔡英文政府 民進黨政權會有什麼結果呢 因為每一次在座的抗 都是政治的語言 可是真正的實體 這個無論是經濟或金融 都有經濟的理性 就如同水流失火就燥 他有一個自然的規律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如果我們說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討論到中國大陸 習近平先生 他眼前面對的挑戰的話 他當然知道 他要用更明確的方式 把他的整個黨的機器估起來 那麼接下來 他能不能使用一些 真正有能力有辦法的人 大概要到明年三月兩會 我們才會知道 但是他在估起了一個 非常鞏固的核心的同時 他必須要很快的去解決 所謂人民疾難險重的這些問題 若是他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事實上政權是不穩的 因此他這一次 一共講了89次的安全 對 他也提出了平安中國 這個平安中國 不只是在外部有外部的敵人 事實上內部 無論是你的全過程民主 全要素的製造 或者是你在不同的分配的部分 從城鄉到區域到世代之間 都有可能會產生不安定的因素 因此要真正的能夠 作為平安中國的話 你必須要既能成長 所以他一直討論的就是 要用創新來拉動新的成長 又要能改革 所以他不斷地強調 黨的機器要改革 自己的政府要改革 法治的結構要改革 同時他也要顧慮到 不同人的平均分配 生命機會 要都有共同富裕 最後一個就是 真正落在底下的人 能夠受到體制的保護跟照顧 所以我們上次特別講到 脫貧將近1億人 但是這些脫貧將近1億人 會不會還有反貧的現象 這些也是需要去處理的 前面講的四項呢 用一個英文字講 就是GROW 成長 改革 機會 跟最後的福祉的分配 這些東西都不是件簡單的事 習近平先生 比我們大不了多少歲 起碼比我大不了多少歲 我時常想 他要處理14億人的問題 這個挑戰是非常大的 縱使在現在我們有很多 還沒有很清楚看懂的地方 但是我也很希望 為了整個世界好 中國不能亂 拜登的政策 在他這個美國的政策 我覺得他是一個 現實主義跟理想主義 還是在交織交戰的一個政策 當然他這些對於振興美國產業 他用的方法是直接補貼 直接補貼基本上 你又要住大量的金錢 大量的錢到這個市場裡面來 是不是在現在這個 這個 就是說通膨高漲的時候 你美國政府還是 把大筆的鈔票送到 這個市場上去 是不是有一點背道而馳 所以他一方面又在講 要控制通膨 一方面他在增加社會的支出 自己在增加支出 那情況之下對蓬蓬正好是 兩個是相似的 所以拜登的政策不奏效 他自己也有錯 那他都寄望於別人去買他的單 別人為他的錯誤政策 或為美國長期的政策錯誤 那麼來負責 那比如說他就叫OPEC Plus 來幫美國怎麼樣買單 那過去他去親自跑了一趟 對7月的時候 拜登親自跑了一趟沙烏地 雙方很不情願 跟沙國的王储 碰手一下 就拳頭對了一下 那麼整個來講的話 雙方應該是不歡而聚 也都是不歡 沒有不歡 可是不歡而聚 不歡而聚 最後沙國也沒有給予 這個美國很大免 只是說我會增產 那時候好像 40萬筒 40萬筒 幾十萬筒 50萬筒而已 那個是說起來杯水車薪 可是起碼他沒減產 那這一次突然在美國 距離美國大選 還不到差不多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左右 三四個禮拜 大概一個月吧 這個突然宣布減產 那美國尤其共民主黨的反應 非常強烈 那本來就討厭沙特了 本來就討厭沙特 而且美國的共和黨的這個 民主黨的參議院的這個 美蘭德斯 美蘭德斯 外委會主席 立刻放話 說要報復 而且他要檢討 現在再殺的美軍的 對駐美軍的數量 還有就是他軍事合作計畫 都講得非常露骨 那要立刻報復 那拜登在電視上受訪的時候 他說我不要告訴你 我心裡面的報復方法是 什麼不過我跟你保證 一定會有後果的 那到了第二天 Sullivan他的這個 國安顧問也出來講了 那他們也會考慮到 這個有關的軍事合作計畫 那意思要採警的意思 那美國國會也動起來了 就是有關這些 對於這些石油卡特爾的一種 起訴美國的司法訴訟 操縱石油 操縱石油 然後呢他將國家的豁免 把他國家這個 這個所謂的豁免權 他把它取消了 也就是說 美國將來國內法院 事實上直接可以 對這歐派國家 進行法律的追溯 那法律追溯的話 當然還不就是 這個說單邊的這個制裁啊 那就把你沙烏地阿拉伯 這些王室基金啊 存在哪裡的 把你凍結啊 或者沒收啊 對不對 美國現在已經開始做這種 公然打劫的工作了嘛 所以這些都是對沙烏地的 一個威脅 可是沙烏地反應也很強烈 他說 我沒有要把石油當作工具啊 這純粹是一個經濟跟貿易的考量啊 說的也沒錯 在這個過程中 歐派雖然是沙烏地是老爸 可是大家都要分攤 都要減產啊 對啊 這裡面所有國家大家都分攤了 可見這個裡面 是沒有人反對的 才會這麼快通過 所以這個為什麼呢 這是純粹是在商延商啊 你油價一直降 對這些國家 這些產油國家當然是不利的 而且你預計未來的 今年下半年 衰退啊 衰退 你生產那麼多的話 那你生產越多 你的利潤越少 更低嘛 是 所以這個是很必然的 可是美國是不這麼看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啊 美國還有一派人認為說 沙特這個做法基本上 是在幫助俄羅斯 因為你提升油價的話 基本上 你就是對 你就是對 俄羅斯的經濟的一種挹注 所以我覺得現在 美國跟沙特之間的糧子 是已經結了 那現在為什麼還沒有 實際採取措施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 你現在選舉還在計 你現在如果出手的話 那APEC OPEC加PLUS的話 更激烈 那我一天減產400桶 那你更得不償失 可是我認為 美國選舉結束以後 拜登一定會出手報復 那報復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